爷爷一泡尿浇进了全家人共用的冰箱 儿媳在旁边看傻了眼 儿子也被老父亲的一番操作震惊了下巴 但爷爷依旧还是我行我素 早上吃饭的时候 爷爷看着儿媳挂在墙上的照片 当着全家人的面就撅起了小嘴 面对儿媳的难堪和儿子的不理解 没有人知道爷爷的反常行为 是因为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自从妻子离世后 爷爷的精神就出现了问题 时常会做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 孙女蒂尔达第一个察觉的异常 家里只有他把爷爷当正常人看待 他会请教爷爷分数的约分和大小比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爷爷才会表现得像一个正常人 但这也只是一时的 他转身就迷恋上了电视上的金发美女 粗鄙的言语把儿媳气得差点吐血 为了给公共找点事做 让他去把院子里的灌木修剪十公分 爷爷这次倒是满口答应 可电锯刚一开动 他就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 直到院子里的郁金箱被连根割除后 他才想起自己的工作是修剪灌木 这次他倒是像模像样 卷尺一凉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但回来的儿媳却被直接气疯了 如果记忆错乱还只是小问题 那裤裆里藏枪就有点吓人了 孙女还以为只是玩具 但爷爷在三点一线后 穿过墙壁的子弹 在狭窄的房间里四处乱飞 吓得孙女连忙扑倒在地的时候 这把枪显然是真的 好在并没有酿成悲剧 儿子冲出来一把抢走父亲手里的枪 他这时也察觉到了父亲的异常 决定把爷爷接到家里一起居住 没想到第一天就出了问题 司机显然不知道爷爷有老年痴呆 他们一个敢指挥 一个敢倒车 结果可想而知 搬家公司带来了爷爷的老物件 但在多金的儿媳眼里 这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废旧垃圾 他坚决反对把这些老家电放进家里 最后全都堆进了爷爷的房间 这让本就不大的卧室 变得连转身都有点困难 晚上 妻子让丈夫带女儿去体检 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谁都脱不开身 丈夫提议让父亲带女儿去 却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 听见父母谈话的蒂尔达 下床来到爷爷的房间 他问爷爷 记不记得明天要去学校接他 爷爷拿起胸口的备忘带 他已经全都记在了里面 可到了第二天 爷爷还是忘了 他瞒着打来电话的父亲 一个人去了医院 在检查结束后 他问医生阿尔兹海默症是什么 医生很惊讶一个小女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扰 但他还是满足了蒂尔达的好奇心 阿尔兹海默症的初期 会乱放东西或者忘记一些小事 病人的记忆就像架子上的书 总是一本接一本的倒下 但过一段时间 其中一些书会重新立起来 可之后会有更多的书倒下 直到整个书架被全部抽空 医生说得了这种病的老人 需要的是被家人理解和支持 这样才能让他找到生命的意义 可在得知公共忘记接女儿后 儿媳却当着爷爷的面大发雷霆 爷爷打算做一顿晚餐 向儿媳道歉 可打开的烤箱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了一双高跟鞋 爷爷觉得可能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再给高跟鞋刷了一变奶油后 又把烤箱重新关了起来 儿媳却这时刚好下班回家 看着满屋子的浓烟 吓得他连忙冲进了厨房 一个多金的贵妇想要灭火 现场注定了会很糟糕 在好不容易把火熄灭后 爷爷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 本以为会大发雷霆的儿媳 却一把将爷爷搂进了怀里 或许他已经意识到 老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关怀